謝謝 高雄市長韓國瑜回來了 全力回歸市政 第一件事情和一級主管開會 檢討和瞭解市政進度 馬上就要過農曆新年 所以現在高雄市政府 280萬的市民朋友 快快樂樂過年新年 是市政府團隊 現在要全力一份 希望市民朋友在過年期間 能夠治安良好 物價平穩 環境乾淨 然後每一個風景區 都打掃得乾乾淨淨 和三位副市長一起召開記者會 宣布目前市政重點 瞄準治安和光光是兩大市政方向 但隨著韓國瑜回歸高雄市府 卻面臨內憂外患 高雄市府小內閣 先前的觀光局長潘恆旭 新聞局長王淺秋 還有社會局長葉壽山 都請辭投入大選 雖然都已經有新局長上任補位 但隨著韓國瑜的歸隊 叫內閣傳出將再一次變動 目前小內閣的變動方面 並沒有任何調整計畫 目前都沒有 韓國瑜重返市政第一步 企圖穩定小內閣內憂 但罷韓的外患似乎也來勢洶洶 其實罷韓我當選高校市長 兩個月之後就有成因了 這也是民主自由最可歸的一面 大家都有公民權 我是平常心在面對 但是我們市府團隊 該做的努力 絕對不會停止 韓國瑜承擔敗選結果 調整好心情 再度投入市政工作 讓高雄市民看見韓市府決心 解高雄 綜合報導